同学看到这样子的叙述题不要害怕 我之前在带各位同学在做题目的时候 时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就好比说是这里 当我们看到两数相乘大于0 其实它要跟你讲的是 A和B这两个数目是同符号 同为正或同为负 如果说题目跟你讲说 两数相乘小于0 BC小于0 那么就代表说B和C它是一号 不同的符号 一个为正另外一个就为负 则数线上表示ABC三点 其位置可能是下列哪一个选项 好我们来看一下A的部分 A的部分0在这个地方 A B是同号 B跟C是不同号 所以A就可以咯 我们再看一下B的部分 A B应该是同号 可是在这一题来看 A B是不同号 所以B就不对 好以这里来看也是AB应该要同号 所以这一题也不对 以这里来看 A B是同号没有错 都是正号 可是B跟C必须要不一样的符号 所以C应该要摆到另外一边 所以出也不可以 好我们这一题呢就选A B跟C必须要不一样的符号